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慢慢的提速促进它的卤动 所以说它叫养生汤 没错 做上水 然后把水里面加一点点盐 加一点点盐 我们这个不放油 不放油 我们这是长寿汤 清淡的连一滴油都不够 好 你看到没有 把南瓜放进去 南瓜也是低糖 血糖高的吃一点南瓜 还有饱腹感 把这个红薯 这是前后角都放进去 也放进去 红薯一般的它通便 有软化血管的那种作用 所以说长寿食品 这边我们就煮着 然后我们把香菇来处理一下 把香菇给它切一下 切成条 香菇所有的菌类 都是非常好的一种健康食品 它有这种抗氧化的功能 把香菇放进去 这个味我这么琢磨着它就够新鲜的 香菇的味很窜 再加上南瓜的味 红薯的味 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味 确实很多研究长寿健康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他们很有创造力 你要哥我就这么想 我也不敢把这点都放一块 好 我们给它捞出来 捞出来 好 下面我们再拿一个砂锅 这回换砂锅 加上水 这个水就是最后那汤了 是吧 对 所以这个水您加够了量 做多少汤就加多少水 如果说您家里有条件 我可以放一些矿泉水 或者是一些纯净水 味道可能更纯净 还有的人在煮这个时候放一点绿茶 还放点绿茶 然后我们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中药当中的甘草 甘草 甘草也是好东西 不用多放 放几粒就可以 这甘草有很多功效 健脾 补气 驱禅止咳 是吧 没错 好像这甘草在中药当中 经常用的这么一味药 它起到一个调和药性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像血糖糕的朋友 不妨我觉得你可以煮一点甘草水 因为这个血糖糕 容易口渴 因为它是阴虚生内热 内热它就使你 这个精液减少 所以它有生菌 止咳 落用 你觉得口渴 嗓个点发干 喝一点甘草煮的水 对 这个时候我们碗里面稍微的加入一点点盐 就看这水有动静了 加一点盐 一点就可以了 这也不是个咸汤 也不是个甜汤 是它的本味 就是用蔬菜的本味 好 我们在这边包着它 接下来咱们要加工什么 香蕉 用点香蕉 香蕉 我觉得中老年人 常吃也有好处 对 一个是能够通便 因为很多老年人容易便秘 便秘很危险 所以经常吃一些香蕉有好处 便秘会引发 一些并发症 对 您来一根 我来一根 据说不光是中老年人 像年轻人也好 补充体力 每天吃两根香蕉 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们把香蕉就给斜刀切片 切片 我们煮汤的香蕉 一般的要愣一点 愣一点什么意思 让它稍微的可以生一点 不要很熟的香蕉 你看这都是有需要的开了 然后我们把它多余的打一打 为什么用砂锅 端下来以后放在一边 好长时间它都不凉 它保温 它里边甚至端下来又开着 下来还咕噜咕噜 还慢慢开着 没错 这得煮的什么程度 这颜色都变了 我看这个汤都黄了 这个黄色是南瓜的黄色 没有问题 对 就是说煮的火候有没有要求 这个就是不要过于滚开 如果滚开 它就会把南瓜的机里给冲散 这样汤就会很浑 所以我们要小火 大概小火得这么煮多长时间 开锅以后 然后关成小火煮它大概八分钟就可以了 好 煮的差不多了 放芹菜 然后把芹菜放进去 芹菜是好东西 经常吃一点 不管是芹菜杆 还有芹菜叶都是非常好的 都可以 降血压 还有降血压的功能 芹菜下去以后不要长时间的去煮 如果长时间的煮 就是黄了 那怎么办 很快就得 好 把香蕉放进去 这会儿放香蕉了 这我看这意思就快出锅了 这就可以出锅了 我给你找大盆去 这道具有润造健脾胃 促进肠胃乳动功效的蔬果养成汤就做好了 它味道清淡营养丰富 做法很简单 锅上火 把南瓜条和红薯条用水焯一下 香菇切成条状 也放入锅中 一起焯熟 捞出备用 砂锅中倒入水 放几粒干草片 加入之前焯熟的南瓜条 红薯条和香菇条 放入少许的盐 加盖小火煮开之后 撇去汤上的杂末 放入香芹段和香蕉片 即可出锅 能闻到 您看闻到什么味了 闻到南瓜的味道 还有这个芹菜的味道 香的这个味道 真是蔬菜的原味 您看一点油不放 很清淡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 来源于广大中老年朋友当中的 充满了大家创造和智慧的 蔬果养生汤 没错 喝了这道汤 您全家都健康 好了 天天饮食 我们明天再会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